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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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潘凱晓 現在大家正在拍影片中的其中一幕 有兩個人正在拍攝剩下的人 人在捏角色 然后我是下一幕的导演 我这幕是讲说主角跟家人吃饭 但是家人都不理他 就是都不聊天 我觉得我可以把它演成主角在吃饭 他突然想到一个很好聊天的主题 然后他就去叫他的爸爸妈妈 然后呢他爸爸妈妈都不理 然后再来他又叫大声一点 他爸爸妈妈就抬起头来 然后又继续吃饭 然后表现出一种很不耐烦的表情 我是施加星 今天这堂课做的事情是要拍动画 我是第四幕的导演 第四幕的情节是 小孩因为爸妈都不理他 而且常常很晚回家 因此他常常会自己一个人吃泡面 这一幕的情节是 小孩天天哭泣 哭泣的部分会在他脸上 做泪出来表示 所以是以愿意来表示 过了很久的时间 希望等一下可以拍出预期的效果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邵云泽 我们今天在拍动画 我是第三幕的导演 第三幕主要在说 我主角想要找妈妈抱抱 但是妈妈不理他 我想要以主角睡觉时做了噩梦 想要找妈妈抱抱 但是妈妈在看电视 主角又挡到电视 妈妈很生气把他赶走了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吴炳天 我们今天就做了拍影片 我刚才才当完导演 我唯一的感想就是 当导演好难 因为 呃 就是 因为 你拍照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 没有没有拍好 就 拍完之后 还超紧张 记得 不要动到相机或是场景 他就跑过去 他就跑过去 然后呢 那个 找他爸爸妈 他妈就抬起头一下 然后就继续吃 我点到了 我认识 就出品了 我需要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